死者是女护主和兩個男孩 受傷的一個八個月大女嬰 情況亦都危殆 起火單位火光紅紅 部分傷者救出時已經昏迷 兩個分別兩歲和五歲的男童 送到聯合醫院搶救之後證實死亡 另一個送到伊麗莎白醫院的33歲女护主 亦都證實死亡 53歲的男戶主救出時仍然清醒 她和一個八個月大的女嬰仍然留意 事發在凌晨3點多 翠平南村翠樂樓20樓一個單位發生大火 大約200個大廈住戶要立即疏散 住在起火單位樓上的住戶形容 當時火勢很大 整個槍飛出來 整個槍飛出來 看著都飛出來 你見到冷氣的人 見不到就見到火 一居民走出來 見到一個女人在地下失去知覺 警鐘又沒有響 火燭時沒有響 消防出動一條喉筒三隊衣舞隊破舊 用了大約20分鐘將火救息 正是調查起火原因 無線電視記者曾百貴報導 消防初步認為起火原因不可疑 但會成立專責小組從多方面調查 現場發現大廈的消防裝置是運作正常的 消防人員在現場也沒有發現有危險的物品 警鐘相信是要打爛了煤火才能啟動到警鐘 至於冷氣機這裡 我們都會 我們調查的目標是其中一樣 記者善警衛現在還在卓平南村火警現場